来吧 接下来就是咱们这讲的第二个重点和小难点 叫做实进制画N进制 如果刚才有的同学竖感或者体感足够出色的话 就应该知道第一种叫做N进制画实进制 第二类就应该是它的反义词实进制在捣毁 那这种方法看起来比刚才好像更诡异了 一个正常实进制的数字 我怎么知道它画成二进制 画成八进制 画成250进制 以后是多少呢 OK 想象不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催事算法帮助你快速搞定 这类问题教你一招催事36级里的催事狂除法 OK 就完了 狂除 什么叫狂除呢 就是疯狂的做除法 这类问题只有两步就能解决任何实进制的数字 画成N进制 两步搞定 第一步叫做断除写余数 第一步 断除 什么叫短除呢 就是画一个这样类似L的形状 把它除以2 除以3 除以4 除以让你写成的多少进制 N进制 对吧 短除写余数 最后的余数很特别 一定要倒着写完 一定要正着写完 OK 但是正着写完之后 这个余数 结果我要怎么读呢 结果倒着读 断除写余数 这一溜余数出来了 结果倒着读 搞定 倒着读的正 倒着读的读 好了 知道这两句话 咱们的狂除法就告一段落 举个例子 小例子 比如说一个实进制的数字 嗯 写一个极力点的数吧 250 那就250吧 好 250 咱们今天要把它画成一个 五金制的数字 可以吗 OK 咱们来试试看 250除以5 注意除以5正好能整除 上是50 这时候 做完了吗 没有做完 余数写在50的后面 余数是几 没有余数啊 没有余数 也得写 没有余数就是 余数为0 OK 写上0 再除以一个5呢 诶 我发现还能整除10 但是我要求了余数 必须得写 OK 再除一个5 发现得2 然后余数 还是0 最终 再除一个5 我发现 一直除到什么程度呢 好 很简单 上0于2 催事狂除法 一直除到底儿才行 底儿是什么意思 除到伤 为0的时候 才能停止 伤为1 也不能手软 继续除出来 明白了吗 一直除到伤为0 才算除完 这就叫 断除 写余数 余数 就是背后的这个 2000 OK 当然正着读是 0002 但是要化成咱们的五进制 以后 就得倒着读 变成2000 所以这个数 所以这个数直接就能由250的十进制 这个数字转化成2000 这个五进制数 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狂除 写余数 结尾 倒着读 搞定 但是一定注意 狂除是什么意思 除到伤为0的情况 再除也没有意义的时候 咱们才能停止 在此之前 无论这个伤有多小 一定不要手软 把它除到底 明白了吗 好了 咱们一起来看看原题吧 2009的十进制数 写成一钢 二进制数 我该怎么搞定 哦 狂除 就是这一流 2009除以二 伤是1004 余数是1 OK 这个1无所谓 你写在上面一位 也可以 你写在这一位 也可以 但是一定注意 每行跟每行对齐 最终咱们倒着读的时候 没有格式上的严格要求 但彼此之间的顺序 不能乱 好 我的习惯是写在1004后面 题上有的地方 会写在2009后面 都一样 1004说明 除以二是余0的 502除以二 又是余0的 1251除以二 蹦出来余数 余数是几呢 余数是1 继续往下除 125 62 31 15 73 1 最终除到1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个题除完了吗 并没有除完 对不对 在这特意说一句 这个地方的1 代表着什么呢 OK 这个1将来除以2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会 要一个余数呢 这个余数 现在最后面 余1 因为它每个被除数了 后面 被除数后面 写余数 是这样的吧 这儿 1除以2 还会余一个1 但是这个1 最终只能写0了 除到下面一步 就变成伤0的数字 所以说到此为止 全部写完了 注意 这个1的余数 是由1除以2 伤0 得到这个余1 千万计的对清楚位置 一直除到底 除到伤为0位置 明白了吗 好 那现在咱们计算一下结果吧 结果如果正着读的话 100110 那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对 咱们应该怎么样呢 把结果由下往上 倒着读出来 直接就出来了 倒着读应该是 1111 5个1 然后是011 001 咱们来看看 正确的结果呢 其实一点问题也没有 就是 1111 OK 011 当然写成二进制的数字 只有1和0出现 当然这个位置会变得特别的长 那现在 同学们想一想 刚才崔老师在第一段结尾提的那个小问题 如果是一个十进制的数字 画成五进制 四进制 甚至二进制 它是不是一定写的会更长啊 如果一个很长的二进制数 画成十进制的数 一定会写的很短 这是什么道理呢 大家想想看 现在崔老师有一吨黄金 一吨金 灿灿的金条 OK 这一吨黄金呢 我觉得我发了 是一个富翁 但我得卖出去啊 对吧 我不能拿着金条买米吃 所以我就拿金条 去美国问了问 我说 能卖多少钱 人家告诉我说 能卖1亿元 然后我就去日本 问了问 人家告诉我说 能卖100亿元 我说崩溃了 那肯定去日本卖啊 同学们想想 是这么回事吗 其实价值基本上来说 美国和日本应该是相抵的 为什么日本的数字那么大呢 因为日元值钱还是不值钱呢 相当相当的不值钱 对不对 它换人民币 大概13日元 才换1人民币 所以说日元不值钱 用日元来表示的话 数字就得非常大 同样 咱们的进制数 如果比较小 比较低的话 用它来表示一个正常的数字 位数就得非常多 数目就得看起来特别庞大 但具体的数值和实际制 永远都是一样的 听明白了吗 OK 这就是进制 带给咱们不一样的启示 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 其实用到的思维和它 都是类似的 OK OK